今天差点拿到了一个炸弹机 这样能不能分辨出来 哪一台非原装的 不是专业的人很难看得出来的 真的 看到这个边框没 还是有一点点区别的 有一点点区别的 这个听筒网跟这一个听筒网是不一样的 反正就颜色方面的话都非常的接见的 它这个金色的话会显得非常的亮眼 非常的金 这样原装的话它会稍微显得淡一点 所以说现在为什么就是有一些 就咸鱼上它卖的这么便宜的 不像部落的 有些它4千多都卖 5千多的也出 它区别就是在这里 有一些是组装的 有些是原装的 价格都不一样的 粉丝寄过来给我 叫我帮它回收的 但是我当时收到机子之后呢 我就发现这个有一点问题 因为它这个颜色不太对 然后呢 所以说我们就过来这边对比了一下 真的 而且这个我发现很多细节问题 我们都专业的话 我们都可以看得出来的 它这个是有换过这个后盖的 所以这个的话它就不是原装机了 如果不是原装的话 那这个的话就很便宜了 如果它里面没有动过的话 还有屏幕是好的话 其实也是回收了 但是回收的价格会很低 所以说为什么现在的咸云 卖的价格很低 就是这样子